其实我想随着年纪的增长 老化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只是有些人速度比较快 有些人速度比较慢 那扣掉一些特殊的病 如果针对退化性的眼瞼下垂的话 曾经有文献国外报道过 如果长期待隐形眼镜 硬是隐形眼镜 因为你会拉扯你的眼皮跟眼瞼 所以它可能会松弛的比较快 就像橡皮筋 你常常去拉扯它 久了它就容易松一样 所以长期待隐形眼镜 拉扯到眼瞼 确实是有可能造成眼瞼下垂 不过这些都是日积月累下来的结果 对于正常的一般人 其实老实说并没有特别的保养 但是现在的人我们有发现 因为三系产品用的很多 眼睛疲劳过度 其实常常会造成 眼周附近的老化速度特别快 那可能会造成其他相关眼皮松弛 它比较需要承开眼瞼 所以国外的这篇文献报稿 是针对硬实的眼镜 那软式的隐形眼镜戴了 到底会不会这样 目前是还没有证据这样显示 不过也是有可能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 按摩眼周主要是希望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或淋巴循环 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体质 比较容易水肿 前一天晚上睡不好 或是喝水喝的比较多 吃的比较闲 隔天眼周比较肿 很多人就喜欢做眼皮周围的按摩 那这些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说过度干燥的皮肤 或是过度的摩擦 这些确实是会让眼皮容易受伤 变得更容易松弛 那其实我也有遇过很多很年轻的病患 就是很爱漂亮的女生 可能才二十几岁三十岁 眼皮就不像她的年纪 就变得异常的松弛 那我们回过头去问 其实有很多女生可能因为爱漂亮 会贴双眼皮贴 那双眼皮贴当然是很方便 可以马上一秒就是变成有双眼皮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如果你每天这样拉扯你的眼皮 我们脆弱很薄的眼皮在过度拉扯底下 眼皮可能就变得更容易松 老化速度就会特别快 其实现在我会发现有很多病患来找我 都是因为说 赖医师我想割一个漂亮的双眼皮 想让眼睛变得更大更漂亮 后来才意外发现 我们仔细评测的时候才意外发现有眼线下垂 那如果在家的你要怎么样看过影片之后 知道自己有没有眼眼下垂 在家可以自己拿着镜子 然后不要带瞳孔放大片 然后眉毛不要用力 然后平视镜子 如果你发现你的黑眼珠有被眼瞼 遮住超过一毫米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眼瞼下垂 其他的小部分就包括 如果我们的双眼不对称明显大小眼 通常都是有一只眼睛有眼瞼下垂 或是眼瞼睛乱 还有一个很细微可以观察 就是眉毛的高低 有些人因为眼瞼下垂很轻微 我们人身体会很聪明的想办法找到出路 就是他眼瞼没有办法拉上来 他就会想办法要额头的力量 会抬眉毛让眼瞼拉高 所以如果你发现 即使你没有惊讶的时候 或眉毛没有想要自己用力的时候 会过度抬眉的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有轻微的眼瞼下垂 然后身体做出的反应 那如果这些状况其实很有可能 你就是潜在的眼瞼下垂的患者 那如果来找我们专业的医师评估的话 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